打嗝是你要讓它附到你的身體裡面 那所以 據說啦 據他們的講法就是說 神靈他們附體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感到 有不適 所以會有這些症狀 就譬如說打嗝 還有肝嗚 這樣子 然後你會開始跳起來 但是我個人覺得 像我 可是像我以前在廟裡 幫人家辦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跳好累喔 我就說 我就說 我會跟那個靈講說 你要你就用講的 你靠過來我就不要了 喔 它會想要接近你 對 它會想要附身 然後會要起雞 那它要顯一些 要不同於常人 那譬如說 我現在跟妳講說我是濟公 那這樣也是很奇怪啊 所以或者是說 濟公起雞 我說我要文房四寶 這樣也是很奇怪啊 所以就是濟公起雞之後 就變成說我要喝酒 還是要怎樣 它有一些特徵讓你辨識說 它是某個神 為什麼會寫那些古文啊 或是念那些古文啊 您是說 有時候它會出那個 除了 看看情況 像我以前的話 譬如說信仲男有問題 譬如說我問事業 那譬如說你要問官聖帝君 然後我就問官聖帝君 然後這上面的零呢 就會跟我講 那有時候會直接交代 你就是要去媽祖金 你要燒多少多少 蓮花多少綠如何如何 或者是你敗的那些 你要開張那天喔 可以說你要穿什麼穿什麼 我會跟你交代如何 他就給他一套儀式 他有些的話就是會出譬如說四句 十六句 然後一句七個字的那種 對耶 他會跟你講喔 你乃什麼 奴乃土龍 哪裡的土龍 然後怎樣怎樣 應該怎麼樣 會出那個東西 所以就我個人來說不是我講的 是那個靈告訴我的 所以像以前 那你每個字都會寫嗎 譬如說他說 醫療沒有這幾年 對啊 你每幾年都會寫 所以我以前常常 像我以前是小時 是那種十幾歲的時候 幫人家弄的嘛 就是在廟裡面幫人家辦事 那我的基身很特別是寶生大帝 他我書裡面有寫 就是一位李寶岩先生 那他是董中醫的靈這樣子 然後人家問了身體之後 譬如說他貧血 貧血怎麼辦 他開藥嘛對不對 沒錯 開藥 然後我就開始寫當歸 然後那個有時候李大貴 李大貴就跟我講說 歸怎麼寫 對啊 我們還要寫助音嗎 對啊 有時候我就寫助音 真的喔 白看得懂就好 沒有 可是他會跟我講 他就會說什麼字編這樣子